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经过新时代十年 坚持不懈的强力反腐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并全面巩固 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对新情况新动向 以及对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都要有清醒认识 精准和持续法力 坚决打赢 反腐败斗争 攻坚战持久战 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一宗 涉及英国情报机关 利用第三国人员 从事对话间谍活动的案件 终结营报道 国家安全机关公布 破获一宗英国秘密情报局 即军情六处的间谍案 案情指一名境外咨询机构负责人 姓黄的外籍人士 2015年和英国军情六处建立情报合作关系之后 多次在军情六处指使下入境内地 并以其公开身份作掩护 为英方刺探搜集涉华情报 密室人员供军情六处策判 军情六处更加在英国等地 为一名外籍人员提供专业情报培训 配复专用间谍器材进行情报交联 国家安全机关经侦查之后 及时发现一名人士 从事间谍活动的犯罪证据 依法对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经保密部门鉴定 一名人士向英方提供了 九份机密级国家秘密 五份秘密级国家秘密 同三份情报 公布指出 在案件征办期间 国家安全机关及时通报 并安排领事探视 依法保障了被查人士的各项合法权利 有线新闻中结型报道 深圳市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 公布欢乐谷过山车 碰撞事故调查报告 说是因为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位 事故设备维护不善等原因 造成的一般特种设备责任事故 已经对12个责任人员 和相关责任单位 提出了处理建议 包括将其中三人移送司法机关 终结型再报道 司法局、公安局等12个部门和单位 组成事故调查组 并邀请5个内地大型游乐设施行业的专家 组成专家组 参与事故技术调查 调查报告显示事发的时候 设施发射区的窝楼制动板后螺山 已经疲劳断裂 导致窝楼制动板在抬升的时候 产生较大横向偏移 同一号车永磁体发生刮碰的时候 又加大了偏移量 当一号车未能越过轨道最高点之后到后楼 车底永磁体和窝楼制动板持续刮碰 导致完全受损制动功能失效 一号车继续回退 同后方站台上的二号车碰撞 导致事故发生 调查组认定深圳华侨城欢乐谷旅游公司 作为事故设备的运营使用单位 存在安全生产意识淡薄 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隐患问题失策失管 维修人员技能不足等问题 而深圳市润昌游乐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事故设备的维修保养 和修理工程统筹单位 存在出具严重失实事件报告 刻意隐瞒事实真相 维护保养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调查组对12个责任人员 和相关责任单位提出了处理建议 包括将深圳欢乐谷副总经理等三人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对深圳欢乐谷和润昌公司 党级给予行政处罚 调查组认为事故暴露出 相关安全生产经营单位 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安全管理不善 风险防控不力 事故信息上报不准确 相关政府部门隐患排查治理不言不实 信息发布不及时等问题 建议多方面作出整改 包括强化企业责任落实 深入开展专行整治等 有时新闻中结型报道 民航局表示 今年春运为期40日 预计民航运输累客量达到8000万人次 有望创历史新高 今年春运将会在1月26日展开 民航局预计农历年29、正月初七、十一和十六 是客流高峰 预计春运期间 全民航日军保障航班达16500班 当局说会做好充足准备 另外台湾即日起 开放农历新年前后各10日 两岸13个航点的客运包机 可申请的航点包括沈阳、毛石、海口、长沙、西安等 珠海边检总站数据显示 去年查验出入境人、车、船数目 比前一年同期增加超过四成 珠海边检总站去年 查验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等 港澳口岸出入境人员 一共1亿6500万人次 同比上涨近七成 全年出入境人员数量是2019年的95.4% 总站单日最高客流量 两次突破历史新高 超过63万人次 而经珠海、中山、江门等陆时 开放口岸出入境的车辆和船隻 分别有96.8%和47.8%的增长 珠海边检总站负责人说 将会优化边检站查验模式 推出更多便盟出入境措施 贵州乡村足球超级联赛预选赛展开 62支队伍参与 预计5月争夺总冠军 期望穿超热潮能够为当地 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余思南讲下 贵州穿超预选赛 星期六在荣江苑正式开赛 各队今年都增加了年轻的新力军 去年我们在球场上 经验比较不足 也跟一些有实力的一些队伍 踢了很多场 我们也收获了很多 关于踢球方面的一些技巧 我们村上火了以后 家长愿意把这些孩子 一起大家一起比赛 希望我们这些新生代力量 能够给春超带来更多的活力 今年一生也增加了 几名年轻的队员 我们也想了那个培下年轻人 为以后做准备 参赛队伍数目 由去年的20支 增加到今年的62支 全部是村民自发组织 队员来自各项各业 然后里面的组成 有我们的退役军人 还有我们这个现役的公安干警 有教师 有我们农姓社的金融工作者 还有我们的学生 大学生 中学生都有 我们的政治球队的平均年龄 是29.6岁 每天早上我们一般就是5点40起床 6点准时集合拉链体能 磨合球队 村超成为焦点 截至目前已经吸引了500多万人到容江 带动旅游收入近60亿元 当地政府期望 新菜季能够把香川足球 转化成振兴经济的工具 由线深入于斯南部导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余英华拐骂儿童案 作出二审裁定 发回重审 法院认为原判为漏原审被告余英华 其他拐骂儿童的犯罪事实 部分事实不清楚 为了查清余英华的全部犯罪事实 应予重审 余英华案上年9月一审宣判 她被指93至96年间 在贵州、重庆市等地 一共拐卖11个儿童 法院说她的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社会危害性极大 应该予以严刑 一审被判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余英华不服上诉 案件去年11月二审开庭 时兴的围炉主茶 在内地大受欢迎 但随着多地出现中毒和火警个案 专家提醒民众要小心 刘卓岚说一下 暖粒粒的炭炉和茶壶 配上红组、栗子、花生等的小食 三五知己围在一起 享受游闲时光 就是时兴的围炉主茶 不少内地商家 看准这种起源于云南的 传统饮食文化 推出多种套餐应市 大受欢迎 表面看上去简单的围炉主茶 背后原来危机重重 不少人在通风不足的环境之下 燃烧煤炭 之后报清身体不舒服 有头痛、头云、暂立不稳等的症状 经医生诊治之后 确认是一氧化碳中毒 上年新年期间 江苏阳中一对母子 在家里关上门窗 进行闭门式的围炉主茶 最终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引起关注 即使是商业经营的围炉主茶场所 也普遍存在安全隐患 有消防员呼吁民众 进行围炉主茶的时候 必须选择通风条件好的环境 避免在火炉的旁边放置易燃物 以免火花点燃其他的物品 引发火灾 有线新闻流出栏报导 节目时间到此 稍后有其他新闻